大家好,今天心情不太好 這段影片是用手機拍攝的,沒有用相機 相機在車尾箱 今天來到 GCCAC 上課 其實沒有打算拍攝影片 昨天我有個老師朋友,視頻界的前輩 在紐約去世 昨晚收到消息,有點震驚 其實我早幾個月,兩個月之前 我還跟他有聯絡,還問候他 因為我知道紐約那個,我叫他小心點 紐約那裏 他都告訴我,大家保重 短短兩個月收到消息,說他過世 老出血,老人家 79歲或80歲,視頻界的前輩,李鎮盛先生 可能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很多都不認識這位先生 我憑我記憶說 他年輕的時候在哈爾濱讀電影 畢業之後就開始做攝影記者 他年輕的時候就記錄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然後自己收到底片 後來他移居美國 把整理的照片發表 出了一本影集 《Content Press》和他出的 出了很多國家語言 他憑這套照片 真的飛行國際 全世界都認識他 在外國 很難得地他持續地 很認真地去拍攝 當然也是工作 但不單工作 他自己很有系統地去做 收藏 自己去做紀錄 當然他在攝影上是一個很認真的 一位前輩 對晚輩也很幫助 給予很多意見 協助 我認識了他十多年 他對我幫助很多 不知道怎麼說 他幫我在平遙和香港攝影師 找場地搞了一個展覽 我拆展的 他在幕後幫我安排場地 特別飛過來香港 和我們看一些作品 拍心口和那邊講的水準 可以組織到一個好的展覽 他這本 關於文革的影集 一直沒有中文版 他很多年來跟我有個議員 問我有沒有可能出中文版 繁體字的中文版 當然你明白這本書 簡體字的中文版更加不可能出版 我曾經想過在香港我幫他出 但我真的 承擔不起這麼龐大的項目 後來他輾轉 找了中文大學 找他出 早幾年來香港出的時 他特別邀請我 去聽他在中大 看中大出版新書的典禮 他在香港有一個講座 我也是全程跟他去聽 和他拍照拍片 交換給他 因為他需要做些紀錄 我記得有一年他來香港 也有個活動之旅 主辦機構找他 當然他來 在紐約那邊飛過來 在香港 他特別找我和他見面 去他酒店 他告訴我 除了出席一些活動 主辦機構和他安排的活動 他沒有出席任何活動 也沒有找任何人 只找我和他在他酒店 一間很小的房間 在下午和他聊天 聊了很久 這位真是一位很好的老師 很好的前輩 80歲小桑 人生有命都沒有辦法 這段片我沒有在這裏 點詳細拿他的照片出來 我希望我過幾天有時間 整理他的作品 和大家再介紹一下 我和他的交往之類 我都在Facebook 出了一兩張我和他拍的照片 不是合照 我拍他的照片 希望香港多些朋友 認識這位視頻界的前輩 在紐約那邊 不要緊 人生有生死有命 我再拍另一段片和大家分享 OK 拜拜